来自中国内蒙古的功夫熊猫奥日格勒有多强 虽然只打过10场比赛 但他的所有胜场全是通过KO获胜 其中就包括三场暴揍日本选手的比赛 今天我们就来回归一下这三场大快人心的对决 第一场 奥日格勒对阵穿口右借 比赛开始后 穿口右借率先以腿法进攻 起腿之际却被奥日格勒两击大摆拳将他打退 奥日格勒健壮赶紧压上去继续重拳追击 只见他一记后手直拳直接将穿口右借击倒在地 然后迅速压上去疯狂补刀 穿口右借做好防御的同时试图起身 却被奥日格勒圈住脖子压了下去 此时我们看到奥日格勒整个身体都压在对方身上 300多斤的重量很快将穿口右借彻底压倒 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穿口右借试图在下位做木村索 奥日格勒迅速将体位逆时针转换 虽然右手被对方牢牢地控制住 但左手依然可以垂及对方右侧躯干 面对奥日格勒高密度的输出 穿口右借被迫松开手 显然他已经无力抵抗 奥日格勒直接将他骑在身下 然后各种垂直直到比赛结束 第二场 奥日格勒对阵增田右借 比赛开始后 增田右借居然推到龙边绕起了圈子 这番操作让奥日格勒看得一脸懵逼 索性站那儿不动了 增田右借更是玩起了 敌不动我不动 然后裁判掏出一张篮牌 问他你到底动不动 被警告后 增田右借一个下潜 试图将奥日格勒摔倒 奥日格勒弹腿下压成功防摔 然后他试图转到对方的后背做控制 不料失去重心摔了下去 同时也控制住了对方的后背 双方僵持了一会儿后 增田右借使出吃奶的力气 终于逃出了奥日格勒的后背控制 并成功地控制住了试图起身的奥日格勒 并且进行垂击 奥日格勒集中身至 一个侧滚方瞬间化险为宜 并成功地将对方压到下位 通过一系列的地面控制与转换 奥日格勒顺利地拿到了三位骑乘杂拳 但很显然这个增田右借十分强硬 想要终结他也并非易事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第二局 和第一局一样 这个增田右借又是左三圈右三圈 一分多钟后他才想起来他要抱摔对手 奥日格勒强大的身躯 再一次免疫了对方的抱摔 并反将其摔倒压制 奥日格勒早早的就拿到了上位压制 按理说应该会很快终结对方 然而这个增田右借 愣是顶住了奥日格勒的各种柔力 成功将比赛拖到了第三局 俗话说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第三局比赛中 增田右借还是狼狈地倒在了奥日格勒的重拳之下 还是没能逃脱被KO的命运 第三场 奥日格勒对阵日本名将腾田和之 腾田和之虽然已经47岁了 但这嚣张的气势依然不简单 面对庞大的奥日格勒 腾田和之和之前两位一样采用爆摔战术 但他连把都抓不到 奥日格勒利用拳法将他压制到龙边 双方在龙边僵持了一会儿后 奥日格勒拉开距离继续拳法进攻 腾田和之突然抡出一记后手大摆拳 奥日格勒躲过后发起猛烈反击 腾田和之顿时被打得晕头撞向 奥日格勒赶紧吹上去连续两记上钩拳将他击倒 慌乱中腾田和之亮亮坚强地站了起来 从他被击倒后捞对方腿的动作来看 腾田和之确实很有经验 回到战力后 奥日格勒连续的重拳再次将腾田和之击倒 但他并没有冲上去捕刀 腾田和之站起来后 试图抡出一记后手大摆拳 奥日格勒顺势将他对倒后连续的捕刀终结了比赛 赛后 奥日格勒表现出了对老将的尊重 表现出了一位舞者应有的伍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